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6日星期二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 我们首先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导 中国A股上周度过最惨的一个星期 户指连跌5个交易日 上周五甚至跌到股民涌入 美国驻华大肆股微博求救的程度 2月5日开市 A股不出意外地一片绿继续下跌 目前上证指数已经跌破2650点 户心经三市超过5200个股下跌 户心两市超过1000个股票跌停 2000多间公司的股票接近跌停 让众多股民崩溃 直呼这是史诗级别股灾 比2015年更惨 A股暴跌 中产和富豪受到冲击 股市质押盘的问题浮出水面 上市公司大股东 可以将手中的股票抵押给银行贷款 银行会计算质押率 大部分是50%甚至更低 比如股票值100元一股 银行大约每股贷款50元 同时银行设置平仓线 当股票市值跌破平仓线 就要求大股东补充质押 否则银行就会卖股票 一般平仓线设在140% 也就是说股价如果低过银行借出的钱的1.4倍 银行就可以卖股票 要是银行拿不回贷款 那就是目前A股暴跌后 在中国普遍出现的现象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短片警告 时间不多 如果A股再不反弹 未来可能跌至深不可测 现在已有大批大客户爆仓 2月1日是2018年以来 爆仓客户人数最多的一天 发出短片的人说 我今天整个上午 全部是赚钱救命的求助帖 大批大股东急着赚钱 被银行补充质押交保证金 身边全部是一段段的悲惨股市 无数中产高产家庭 财富爆炸牺牲 问题是保证金不是交完就没事 今天补了 明天如果市场再跌 那还要补? 大股东根本撑不住 撑不住劝商就要平仓 卖盘就增多 还有15000亿人民币的融资盘 也到了快要爆仓的边缘 最关键的是 就算股市反弹 融资盘会选择割育 来保证本金的安全 所以一反弹抛压更大 会出现恐慌性抛售 这就是恶性循环 说实话到时候 埋单的还是买了股票和基金的股民和基民 亚洲金融法文说 要出人命了 一位网友刚收到东莞證券的通知 将户就要爆仓 要补充资金 但该借的地方都借了 不该借的地方也借了 想跳楼了 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的惨状冲出国际 商业内幕发文说 习近平陷入水深火热 中国股市在2021年达到顶点后 市值至今蒸发了6兆美元 中共紧急出手救火 一方面证监会周末开会 宣布要打击操纵市场 惡意作空等行为 威胁股市如果再跌 就要拉人制期 另一方面新浪出手封杀到 美国大使馆微博求助的网民账号 同一个手机号码有不同账号都被封 甚至支付宝和其他新浪产品都全方位封杀 在绝望情绪驱动下 中国股民在4号 涌入印度驻华使馆微博求助 问印度是如何为人民服务 还有人留言说 我以前喷美喷印 现在我支持你们 我错了 对不起等等 有人形容说 A股是亡党式暴跌 被铁除反复打击的小粉红 一夜之间沦为反册 品冲论坛上有人提问 在中国经济爆雷 老百姓大逃跑的大环境下 中共何时倒台呢? 有网友回答 说 现在中共国的经济 就好像一个尤尽登附的癌症末期患者 再无办法拯救 可以肯定的是 中共时候所剩不多 不过医生可以判断 癌症病人大概的生存时间 但无办法预测到病人哪个月 多少日 什么时候病故 2月2日 中国股市暴跌 令损失惨重的股民 涌到美国大使馆美博下 低流言吐苦水 这里成为中共胆震的 叛乱分子集结地 2月5日 中国A股开市后 跌势持续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 早就发了组案问候帖文 被股民闹到删除 绝望的股民 已经转战印度使馆微博 成为股民叛乱分子的新战场 5日早市的时候 大陆户指一度跌至超过3% 深城指 创业板指跌超过4% 平均再创调整伸低 全个市场的个别股票 下跌数量超过5000战 当日上午6点半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 发博文化 早安 中国 向阳生长 擁抱最美的未来 早安 加油 帖文还配上一张 男女运动员跳水的相片 元气无处发洩的股民 纷纷围上来 跟帖招锋 真是跳水 今天暴跌的根源找到了 雙倍插水 配图绝 還有人招锋 配了一张股市大跌的走势图 互相呼应 说连入水姿势都一样 有人说 那是宣传单位内间在挑衅 非一半 最后新华社被逼删除该文章 中午过后 A股回升 截至收市 互指跌1.02% 收报2,702.19% 深城指跌1.13% 收报7,964.71% 创业板指 就升0.79% 收报1,562.61% 总体上 个别股票形势 依然是普遍下跌 全市场超过4,800个个别股下跌 个千个股票跌停 有消息指 中国知名股市大V交易员小赫 在A股虧了几千万后 公开对习近平辱骂诅咒 并在2月4日被警方拘捕 憤怒的股民 之前去到美国驻华大使馆 官方微博底下留言 说你们能不能够借一些导弹给我们 将上海证券交易所炸毁 请用外交手段来接管股民 天天唱赞歌 没有老实话 假大空 高质量发展美国 听过没有 截至北京时间5日下午3点半左右 留言已经达到163,000 点赞达到716,000 这还是中共当局 不断限制并删除留言 点赞的结果 在美国大使馆官方微博 不断受到维稳之后 股民就转移阵地 在印度驻华大使馆微博底下留言 三哥 印度 我爱你 原谅我以前是井地之蛙 好羡慕印度的股市 好牛 偉大的国家 偉大的金融市场 向你们点赞 我以后再不相信国内抹黑你们的言论 我支持你们 海外网民纷纷议论 无处发泄的路火正在蔓延 最终会燒死那个黑帮组织 某天某人睡醒 忽然遍地都是叛乱分子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失业潮移民潮席卷全国 对于中国的状况 中国政治学家刘君宁表示 改革开放已死 中国进入历史垃圾时刻 刘君宁认为社会主义体制 并不存在自我完善的可能性 历史上也没有任何成功先例 中共目前必须放弃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 改朝换代才能改变现状 而并非改革 这样中国人到底应该怎样做呢? 改革还是改朝换代呢? 就这个问题 希望之声记者在5日 采访了之三时事评论员唐靖远 他肯定了中共确实已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 进入到一个垃圾时间 他表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就是对毛泽东共产主义经济路线的否定 才有这几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 但是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开放 最终不能起到根本作用 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到了胡锦涛时代就已经走到尽头 他说 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 说过他其实是激古全花 那个垃圾就传到他的手上 他只是在排除垃圾而已 只不过他选择一种错误的方式来排垃圾 所带来的问题 却反过来是加速了中共的灭亡 习近平权力推行到中央集权 将它推行到一种更为极端的程度上 导致整个经济出现这种断崖式的崩溃 主要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甚至印度 这些新兴经济体 经济的状况看上去都非常好 唯独中国经济正在往下跌 说明中共的经济已经脱离了全球化的市场 有网友表示只有选择建立在圣经思想基础上的美国模式 才可能为中国找到一条新出路 唐靖远认为这种想法有些绝对 他说 因为美国整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 就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之上 其实我觉得无论哪个民族 哪种文化 哪种社会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 都不能说是绝对最好 哪怕是美国这样的老牌民主灯塔的民主制度 民主社会都不是最完善 好像美国大选巨大的弊端 美国现在极度偏左 你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就是违背了最起码的普世价值 和最起码的人伦上升 中国过去都是皇朝制度 中央集权的制度 但是过去历代皇朝 其实也都出现过非常灿烂的文明 远远领先过其他国家地区 唐正远强调 人民需要的是为人民着想的政府 他说 政治制度有两种 一种是恶政 一种是善政 民主制度同样可以催生出恶政 就好像过去中国历史上那种中央集权的制度 他同样可以催生出善政 善恶我觉得才是整个政治最核心的标准 最好的一个区分划分的方式 你只要是真正为民众着想的一种善政 哪怕你是集权制度 他同样可能开出一朵文明之花 好像香港 未回归之前的香港 他是没有民主选举 他的港督都是直接由英国政府直接指派 但那个时候 他可以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他的自由度是全世界最高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烏克兰军方派无人机消灭整个俄罗斯军队 章格部队十一部战车的画面 在社交媒体曝光 可以看到一部部坦克在田地轮迷廢铁 伤亡数字目前还未清楚 但在俄罗斯内部对俄军的无能和战术感到失望的声浪 继续高涨 英国媒体Metro报道 网络曝光的画面显示 烏克兰军队1月30日 部署FPV自杀式无人机 将俄军三部T-72坦克五部里带式两棲装甲车 和一部步兵战车炸成廢铁 还摧毁了两部里带式装甲车 其中一部装有反坦克飞弹 这次攻击发生在俄罗斯军队去年10月以来 一直企图攻占的烏克兰东部 顿内茨克定居点附近 安装在无人机的摄影机和航拍机 捕捉到俄军中队受到的破坏 当时这支俄军中队正在开往烏克兰东部前线 容易受到火炮或速度快又有针对性的无人机襲击 第一视角的影片可以看到 多架无人机加速飞向俄军坦克和战车 并且在撞击前一刻中断通讯 另一段画面就显示 移动中的坦克因无人机撞击爆出火炎 一部部被炸毁的残骸在田地没出浓烟 美国商业内幕报道认为 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军队装甲中队取得的重大胜利相当重要 因为相对低廉的无人机技术 逐渐被乌克兰军队视为一种制行俄军战场优势的方式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扎努茲利一号向CNN指出 随着技术创新加速 战争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即使俄军在人力和武器方面拥有庞大优势 无人机等武器系统也在乌克兰军队行动中 发挥关键效果 掌握相对便宜 而且现代化的技术 令指挥官得以在任何天气条件下 随时掌握即时战场局势 Metro指出 即使装甲部队伤亡还未清楚 但是这轮的攻击 已经引发普京的强硬派 Telegram频道SET强烈的不满 对军方战术越来越失望 近日 相继出现一些对乌克兰可谓有利的消息 俄罗斯自从2022年 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央行在国外的2600亿欧元资产被冻结 华盛顿一直推动他的盟国 撤发扣押这些资产 穆斯科大约有1910亿欧元的资产 存放在布鲁塞尔的债券托管机构 欧洲结算银行 七国集团G7 和欧盟目前正在讨论 准备使用被冻结的2500亿美元的 俄罗斯央行资产作为抵押品 作为为乌克兰的重建提供资金 迫使普京开始为他的入侵付出代价 私情人士透露 根据这项计划 乌克兰的盟友 可以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抵押品 出售债务 为乌克兰重建提供资金 支持者认为 根据国际法解决冲突的任何方案 都意味着俄罗斯需要为乌克兰造成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俄罗斯拒绝赔偿 乌克兰可以对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提出资偿 几位了解相关提议的官员表示 比利时政府已经向G7国家分发了这些计划 以这种方式安排 将会令G7联盟能为乌克兰籌集资金 而无需立即解决有关其他国家 扣押俄罗斯主权资产理由的法律问题 另外 在欧盟27国领导人 一致同意为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后 两个参议院2月4日公布了一项价值1,180亿美元的 两党国家安全补充预算案 该法案将会加强边境安全 并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 其中66,000亿美元用于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 141亿美元用于以色列的安全援助 20亿4,000万美元用于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红海冲突 有48亿3,000万美元用于支持台湾等 面临中国侵略的印太伙伴国家 而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大约是19亿美元 参议与民主党领袖孙默认为 美国同盟友正面临来自各方敌手的多重、复杂 而且多地的联合挑战 他们企图破坏民主体制 将独裁政权的影响力扩大至全球 英国议员菲利普·亨特提名 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 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 因此医疗组织 積極努力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 亨特在五年前从人权倡道者那里了解到 中国有活摘器官的事情之后感到震惊 他在2月5日对《大纪元时报》表示 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必须抗议 必须宣传 最终将跟随这种可怕的行为 他表示 在这个过程中 反活摘器官组织发挥了的其重要作用 将洛贝尔和平奖授予反活摘器官组织 有助于大家对活摘器官的关注 还将打击和警醒涉案的中共官员 活摘器官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犯罪 这些行为令人发指 违反了基本人权 反活摘器官非牟利组织总部位于华盛顿 由世界各地的医生组成 17年来一直揭露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暴行 除了发布研究证据之外 反活摘器官组织 还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 并发起请愿活动 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 今年1月 在100多名立法者、学者和民间团体的支持下 反活摘器官组织 呼吁联合国针对中共活摘器官行为 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在中国 中共当局支持的活摘器官罪行 令大量人口处于危险之中 被拘留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人、 藏族人和家庭教会、 基督徒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美国众议院以掌约看信 在1月31日举行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表示 中共是全世界最压制人权的政权之一 2023年3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案 将活摘器官定为犯罪 今年1月 欧洲议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 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并呼吁国际社会调查这场镇压运动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天新闻再会